注意看到墨西哥天才小将迪瓦拉连续以高难度动作拿到高峰后 现场所有中国观众的心都悬了起来 因为很少有外国选手可以将中国队逼到如此份上 连续两轮都离压两位中国选手排名第一 正当所有人都觉得迪瓦拉将抢走中国梦之队的金牌之时 已经28岁的老将彭建峰依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他用接下来无解的表现告诉这些小伙子 将为什么还是老得辣 这是2023年福岡市锦赛男子一米版决赛现场 此次中国队有两名选手进入了决赛 他们分别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彭建峰和来自湖北的小将郑九元 值得一提的是彭建峰虽然是2017年市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 但28岁的年龄其实已经过了跳水的黄金时期 再加上小将郑九元又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 所以这次的比赛外国跳水队仿佛看到了一丝可乘之机 但事实真的如他们想的那样吗 我们进入比赛一探究竟 首先登场的是法国选手 他的第一跳选择405C难度系数3.1 这一跳完成得非常不错 最后得到了69.75分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条